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温暖舒适的年假结束咯! 今天,21日,开始东北季风转强,大陆冷气团持续南下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明显都变凉了,预计明日,22日,冷气团及华南云雨区往东移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全天会比较湿冷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低温可能仅仅13度左右,中南部地区早晚温差大。 气象专家佟启明表示,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快速,是春天典型的征兆,提醒民众随时注意天气,增添衣物。 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测,明天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气温会比今天来得低一些,预估中部以北,东北部清晨低温约13、14度,其余地区月末17至19度,北部及东北部地区白天高温回温也不多, 大约会来到16、17度,其余地区则是19至25度。 另外,受到大陆冷气团及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,低温仅有13度的东部及东北部地区伴随降雨,感觉上会更加湿冷。 其余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情况发生,高山地区也会有降雪的几率。 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,外出记得期待雨具,以备不时之需。 天气风险公司表示,这波冷气团将影响台湾直至本周五六可能就会回暖,但高兴还太早,很快的周日又会有新的封面和冷气团报道。 中部以北的天气形态将又会转为湿冷,湿剧也逐渐步入春季了。 天气变化快速,提醒民众当今忽冷忽热的天气,留意穿着,以免着凉。 东北风今天增强,白天是风力最强的时段。 台南以北,东半部,寒蓝雨,绿岛,恒春半岛,澎湖,金门,马祖等等。 这些地区的沿海空旷地区都有8至17强阵风,台湾沿海及临近海域都有较大风浪情况发生。 晚上起风力将浅弱到8至9级风,提醒民众如愈从事海边活动或海上作业,务必要注意安全。 空品方面,新政院环保署空品资讯预报表示,明日高平及云嘉南地区为橘色。 提醒中部,马祖,金门,普通等级,北部竹苗,宜兰,花冬及澎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。